今天想點什麼菜? 歡迎收看 iSEN秀底操 今天呢 就是我們影片拍下來 其實也拍了很多部動作的教學 那我知道其實很多動作 看我的影片可能沒有辦法馬上學會 因為它還有很多基礎工在 所以我沒有一一的把基礎工講得很清楚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要從哪個方向 去來練這個動作 那今天呢 我就是要來開一個菜單 給大家去練你想練的動作 然後就直接給你菜單 你就往這個方向去做 然後慢慢的疊上去 你的動作就會進步 那我們今天要教的動作就是 先從最基本的 我們的導力菜單看下去 好 我們今天的第一道菜 要先練你的支撐桿 這個動作叫做挖式 這個挖式呢 你要先用你的手肘 好 肘肩的位置去頂你膝蓋的內側 兩隻都頂你膝蓋的內側 然後因為做倒立大部分的人 都一定會手腕會有痠痛或是疼痛 因為你平常不會用手去走路 所以就會有點像小baby剛在練走路的感覺 在支撐一定會有一點不舒服 所以待會你可以先試著讓它有點外巴 肘子往外 肘肩去頂膝蓋的內側 頂好之後重心往前 讓你的腳離開地板 好 這樣子去練 主速你先做十秒 這樣子做三次 那這樣就是我們的第一樣菜單 接著是我們的第二樣菜單 一樣剛剛的動作 挖式 記得手外巴頂著你的膝蓋內側 上去之後 讓你的手腕角度 再大一點 所以你去做一個左右晃動 好 把你這個手腕關節的角度 再壓大一點 當你角度大的時候 讓它再熱開一點 你再做倒立 整個重量壓下來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痛 好 那這樣子 你就上去 然後做左右晃動 自己數十秒 一樣做三到五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第三樣菜單 就是我們的倒立 剛剛手腕已經熱開了 好 手腕已經熱開了 你就可以試著 把你的腳踩到牆壁上面 先讓你的手做一個支撐的感覺 腳不用踩太高沒關係 你只要踩著牆壁 這樣就好了 先讓你的手 適應一下 這個支撐的感覺 好 重量壓下來 你的手腕一定會更明顯的 酸痛或不舒服 這個都正常的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待會就試著 走撐 腳上去 好 這個位置不動 停住 一次做十秒 做三組 接下來 把你的手 挪出來一點 離牆壁要稍微有點距離 好 因為待會你的腳是要伸直的 來 一樣爪外八 然後腳踩上去 腳踩上去 好 你的手 也不用動 就在這個位置停住 然後注意你的腰 千萬不要 折腰 這樣你的腰 不但會很痠 還有可能受傷 所以記得 屁股夾緊 把你的肚子往上收 把你的肚子往上收 就是有點翹屁股的感覺 把你的性感小翹股翹高 在這個位置 停住 一樣 做十秒 三組 接下來 倒立的 最後一道菜 一樣手撐著 好 剛剛你已經可以腳伸直到這個位置了 現在你的手要試著去往裡面走 往裡面走 走到 你的極限 如果你發現你的極限在這裡 你的手已經非常的吃力了 開始在抖了 那就不要再動了 就是為什麼動 當然最好的狀態 就是走到最裡面 然後停住 這個動作 就是以你個人可以撐到哪裡 就撐到哪裡 這一個動作的菜單 就是以你的狀況為主 可以的話 慢慢加上去 就是慢慢往裡面走 走到最裡面 這一樣就是完成了 當然走不到最裡面 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撐在這個位置 還沒進來 代表你的肌力還不夠 所以慢慢的疊 慢慢的疊 慢慢的進來 你就會進步了 那這一個一樣做 十秒 做三組 今天的 倒立菜單 總共五樣 這五樣 你只要循序漸進的去做 把我給你的主數 跟次數 先完成 慢慢的疊 你的倒立 一定會進步 那這途中呢 你會覺得主數 或者是 我給你的秒數 可能 太輕鬆了 那代表你已經進步了 那你就可以把主數 跟秒數 再提高 秒數就是五秒五秒提 或者是十秒十秒提 主數 就是一組一組 多一組多兩組 這樣就好了 不要一次突然來個十組 一個自己也做不完 也有可能受傷 以上 這是我們今天的 愛神菜單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我是愛神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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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